要说近段时间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大萌友中最看不惯谁,那就是要属欧盟了。 毕竟特朗普曾亲自宣称,美国最大的敌人,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,而是欧盟。 而欧盟之中,特朗普最看不惯谁呢?那就是德国了。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当选总理后,赴妹拜访特朗普。 特朗普就给了下马呗,一开口就是安吉拉,你欠我一万亿美元。 默克尔说,欧洲不能简单的依靠美国,应该找到自己在全球知识中的角色。 现在最迫切的事情,是欧盟在防务领域的永久结构性合作。 而且美国和德国在贸易纠纷、军费、移民、伊朗和协议的核心问题上,分析是越来越大。 而且随着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税问题一直没达成和解,矛盾在进一步计划。 默克尔直接表态说,虽然单纯从贸易额上来看欧盟对美国存在顺差。 但是如果考虑到利润,利益顺差则在美国。 所以总体来看,美国在全球贸易中获益更多。 默克尔还表示,奉行多边主义一直是它执政的重要理念。 德国智乎默克的负责人表示,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征收的关税,将导致德国今年经济下滑,并可能使德国损失高达200亿欧元234.4亿美元。 现在德国外交部长马斯海格莫斯7月24日表示,在贸易争端方面,欧洲不会去赋予美国的威胁。 欧洲希望通过协商解决争端,欧盟局委会主席贾克,将前往华盛顿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。 马斯称,贾克明天将在华盛顿进行谈判并寻求解决方案,这非常好,但我们不会让人拿枪指着胸口去谈判,我认为,威胁并不会让我们离解决方案更近。 还告诉德国公共电视台,欧洲必须团结一致,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达成共识来解决这一问题。 但我们不会因为被威胁,而轻易趴下,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得失,据德国央行Budistank的计算。 假如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,在世界其他地区会受到冲击之际,美国却可能成为唯一从中受益的大国。 根据路透社7月19日报道,据美国财政部一位要求匿名的高官此前撤,周末的第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,特朗普政府将寻求收复日本和欧盟与其一刀对中国的贸易操作,采取更为强烈的立场。 而据最新消息显示,会议上,美国财战母亲已确实一开始就在重新拉拢欧盟和日本。 母亲则表示,贸易争端至今尚未对世界最大经济体,美国产生任何宏观经济影响。 法国财长勒梅尔及德国财长舒尔茨的话无疑已经表明了欧盟的态度,不会考虑。 而特朗普遇从希拉洛欧盟和日本一体对抗中国的算盘也在一次落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